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说无论是最后处理结果是什么样 这些孩子下次再见着老太太老头摔倒 他怎么想 哎哟 拉倒 别管 这管理惹着这么大麻烦 他再讹上我 这不就有那样的吗 这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工作人员 他父亲呢 也七十了 前两天就是在小区门口啊 道一华摔倒了 周围的保安什么的 刚要扶 这外头有一个出租司机站着 先别扶 先别扶 你跟人情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这个同事的父亲呢 根本没有任何要讹人的心理 可这事也弄得他心里非常寒心 你看老人倒了 没人敢扶了 这么前一阵我参加中央电视台那个小品大赛 我去做评委去 有一个小品就是反应这内容嘛 老太太摔倒了 这些要扶 先把手机掏出来 赶紧拍下来 留证据 然后再扶老太太 你会选择扶还是不扶 会扶吧 但是的话 有时候自己会去判断吧 我肯定要扶 现在有手机嘛 把它拍下来哦 我觉得还是应该会扶的 也是自己肯定会留一些证据 或者会先打120啊这样的 要其他人在场能够提供证据的情况下 我应该会扶吧 但是我要看旁边有没有人 至少找个人给我做一下证 我觉得我会采取比较科学的手段 最起码我要留一地的证据是 我是扶了他 而不是我把他弄伤的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你也知道 这个可能有点那个欺骗性质也会有 但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扶了 他赖到我身上 我肯定就不会扶 你说如果要这样的话 咱们社会人人自危 互相之间都没有这种信任感了 怎么办 就这三个孩子 即使最后还他们清白了 你说他下次再见着老土耳太岛 他会怎么想 就是这个事情 无论如何来讲 在道德上 都是一些人感到寒心 就在达州讹人老太事件被媒体披露 引发激烈讨论的同时 2013年11月25日早上7点多 浙江金华一位老人在路中摔倒 伤势不明 来来往往的许多路人 虽然停住了脚步 却无一人敢上前搀扶 他们最终选择 用身体围成了一个安全道 防止来往车辆撞到老人 直到救护车赶到 横雨暗后的数年间 我们从诸多媒体的报道中 见到了太多老人倒地 只引来围观 却无人施救的场面 而因为错过救护时间 而失去生命的老人 也不在少数 2010年11月22日 一名年近七旬的老大爷 在石家庄街头 突发心脏并晕倒 虽有众多路人围观 却没有人敢上前帮忙 直到110民警赶到现场 老人才得到救助 并最终脱险 2010年12月15日 78岁的老干部 小雨声在小区内跌倒 保安和路人 无一人上前搀扶 20多分钟后 老人的儿子外出时 才发现老人 孤零零地趴在地上 已经没有了呼吸 2011年9月2日 武汉市汉阳区 88岁的李爹爹 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市场口 迎面摔倒后 围观者无人敢上前帮扶 一小时后 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 窒息死亡 需要救助者 得不到别人的援手 提供救助者 无法自保 是不是真正的悲剧